午夜两点 韩尚勋应酬完回家后 半醉半醒的他正在阳台上往外看去 却目睹了一场杀人案 凶手戴着帽子 用手中的锤子打死了倒在地上的姑娘 尚勋连忙掏出手机要报警 这时屋里的灯突然亮了 尚勋赶紧把灯关了 可凶手发现了他并与他对视 这儿尚勋心生畏惧 放下了手中的电话 这一晚尚勋忐忑不安地靠在门上守着 生怕凶手会回来灭口 还好一夜平安无事 这起凶杀案把小区搞得人心惶惶 警方开始大力寻找当晚的目击者 老警官调查到 当晚最迟回家的只有三个人 韩尚勋就是其中一个 警官找到尚勋的妻子了解情况 妻子称 当晚上勋喝醉回来后 只是忽然把灯关了 凭多年的破案经验 警官相信尚勋目睹了凶杀案 他和同事确定了 在尚勋的阳台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案发地点的一切 尚勋下班回家的路上 依旧十分恐惧 他害怕凶手会找到他灭口 他忐忑地快步回家 发现身后有一辆摩托车 在缓缓地跟着他 他开始感到恐慌 就在摩托车要接近他的时候 警官从身后拉住了他 警官想要知道尚勋是不是目击者 尚勋不知所措 他想指人凶手 又怕自己给家人带来杀生之祸 最后他选择了懦弱的隐瞒 接下来的几天里 尚勋都是提心吊胆 他知道凶手并没有逃走 就在小区附近游荡 警方渐渐有了破案的消息 急于求成的年轻警察 错将尾碎过死者的男子 当作了凶手 他们在对男子进行抓捕时 发现男子已经死了 所以他们判定 男子要和死者同归于尽 殊不知 男子是被真凶所杀 来当替罪羊的 与此同时 另一位目击者舒颜找到了尚勋 他恳求尚勋和他一起去报警 他知道尚勋也是目击者 可尚勋又一次软弱地拒绝了 他不肯承认自己是目击者 然后把舒颜赶了出去 舒颜进电梯时 因为戴帽子的男子也跟了进去 舒颜紧张起来 他知道那人就是凶手 下了电梯 舒颜飞奔向家里 可是在开门时被凶手抓到 不幸的他被灭口了 就在凶手处理尸体时 尚勋去还舒颜手机 恰好他又看到了这一幕 尚勋吓得连忙跑下楼去报警 就在他抓起电话时 他的女儿从后面叫住了他 他回过头 看到凶手就在妻子和女儿的不远处 为了保护家人 他只好放下电话 刚好此时 对案件仍有疑虑的老警官又找到了他 警方已经知道了真正的凶手 只是需要有人出面执政 希望他能够配合警方出面 他拒绝了 为了保命 他只能选择懦弱 此时警官却说 如果他不出面 警方会找到第三个目击者 赵壁九 一位孝顺奶奶的傻子 听到这话 尚勋便先警察一部找到了赵壁九 他嘱托赵壁九 不要和别人说 自己看到了杀人凶手 一位便衣警察扮成杀手的样子 从背后袭击了尚勋 根据尚勋的反应 警官得出 尚勋一定知道凶手是谁 就在两人不注意时 赵壁九失踪了 当他们找到时 赵壁九已经奄奄一息 看到有人险些被凶手残忍杀害 尚勋决定配合警方 有了尚勋做证人 警方立刻出击逮捕凶手 可是凶手在警方到来时 引爆了炸药 然后逃之夭夭 尚勋得知警方失败了 担心妻子会遭遇不幸 急忙赶回家 同时警方又派了一名便衣 保护他的家人 正如尚勋所料 凶手去了家里 打死了便衣警察 想要杀死他的家人 妻子将拼命反击逃了出去 就在楼门口 凶手追上了他们 想要行凶时 从电梯里出来了两位快递员 还有几名街坊 对行凶者 他们选择了冷漠 在生死攸关之际 尚勋赶回来了 凶手又逃跑了 尚勋追着他跑到山上 两人开始了金钱的打斗 最后由于突发泥石流 凶手被冲倒 尚勋趁机打死了他 事后尚勋选择了搬家 离开这个有着黑暗回忆的地方 走之前 他站在楼下大喊着救命 却没有人回应 就此证实了人性的冷漠 人们总会怪罪那些 在关键时刻 没有挺身而出的人 却没有想过换做自己 又会怎样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